饭他不是也那活动经费吗 九二十块钱 九二十 又来了吧 又来了吧 我凭什么呀 就凭哥哥 我给你喝的这壳汤啊 这汤啊 我不喝了 这钱我没有 白白问你呢 我知道你 你没变好屁 坐下 这么大了还犯啥吗 你不识数啊 这高了死了 可是六位数啊 那钱要是对了线 你就是数 你手数到了抽筋 你都数不过来 我是数不过来 关键这事啊 跟我压根儿 可没关系 你们知道吗 我分你的这口汤 也是五位数 你可得想好 如果是一块钱一张 那就是一万张 你把这钱贴 你们家屋子里边 也就是贴满了 还得有富裕 对 小秦不是想跟你那儿 什么吗 跟你离吗 你就听我的 拿这钱把枪头给贴上 等他一进门 看这花眼花缭乱 到时候你打他都不走 真是的 其实我这兜里呀 是有三十块钱 肯定是给妞妞上特长班的 上什么 上什么 上什么特长班啊 人孩子得学英语学院去 真是的 真是的 如果我这汤要给了你 刀了死你拿到手后 还用交钱呢 直接找一老外 家交来 这老外赶执尿 开了他 然后把孩子直接出谷 这是让我琢磨琢磨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跟你说你别犯傻了 你那小眼儿老是算不明白仗 你要是不跟我合作 我找另外人大合 谁跟刀勒斯有仇啊 刀勒斯 刀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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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斯 哪儿啊 谁啊 我啊 我还打算上派生所 给你报失踪去呢 想走你就走 连照顾你都不打 我告诉你 马小琪 以后再走 你得跟我汇报 知道吗 跟你说话呢 你站这儿干吗呀 知道人家老头 这时候关不原职了 想当高杆子弟的老婆 想过好日子呀 马小琪 你断断这念想 跟你说话呢 马小琪 我告诉你 你得知足 这么些年都是我照着你 没有我 你能那么完整地 从心改乎 你回来吗你 退 老爸退休报告批下来之前 公安机关正式拘捕了那个 姓王的敌尾嫌疑犯 老爸十一年前没办妥的 半截案子 又反过来骚扰了他后十年 沉甸甸地压抑了他十年 如今尘埃落定 终于了却了心头的一件大事 他越活越精神 可我却叫妞子这事 弄得万念俱灰 咱先说说 咱俩的父子关系如何 咱用说吗 情感无隔阂 沟通无障碍 天下第一牛的父子关系 这我就放心了 有些秘密 我也不能再瞒你了 咱俩还有什么秘密啊 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的亲生父亲是个烈士 他就是服了那个重伤的 腾枪自尽的抗联副队长 三星的 三十万皇帝里牺牲的那个 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我一直用接班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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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规划你的生活 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我吗 你永远是我最亲的老爸 我永远是最爱的老爸 怎么说 你原谅我呢 父子之间不存在原谅和不原谅 我明白你告诉我这种秘密的问题 我会尽快返回新开户 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在你的事业上我不担心 在这方面你是好样的 阴杰和杨杰的两个父亲 都会引以为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这是第一次 我现在担心的 就是你的个人生活问题 明白了 又转到妞妞身上了 咱俩没有血缘关系 但情同亲生 同理 甭管妞妞是不是你的骨骚 只要你心里人 她就是你亲生的 她就是你亲生的 何况 你给小秦的感情有这么深 谢谢 看你的样我就知道 不婚而散 二分之一的父亲 谁听了谁不抓狂了 我今天啊就为这事来的 听我们院的那个右派医生说 在他们医院新设了一个项目叫 亲子鉴定 甭管你是二分之一的父权 还是二十分之一的父权 一插一个准 谁也甭想跑 这谁也甭想赖 你说那亲子鉴定靠谱吗 我觉得行 要真的靠谱那就太好了 拿大句扯大句 姥姥家唱的戏 归你去你心情 姥姥 你又说那烂题八糟的呀 你妈教你那哥呢 忘了 我说秦子她妈呀 那管得也推宽那点吧 你那什么童谣啊 哭着喊着要媳妇 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老调调 人知道的是哄孩子 不知道的 以为我们家妞妞没出去呢 我告诉你 那得教孩子 识数 识字 明白吗 我就不信了 那老人的活法就不中用了 我也是这么教授子的 那是你不识字 往后妞妞跟着我呀 识字 识数 长大了呀 准比臭子她有出息 别拿那封建残渣 故弄我们家孩子 我说啊 话说经就老道啊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臭子妈叫妞妞 怎么就封建残渣了 她成天猫的屋里 她不知道外边是这什么样啊 您应该知道啊 现在讲的 学天教育 启蒙教育 这么都知道 我呀 读上臭子 去给妞妞报那个英语班 搞挑门帘的嘴之长 就要拿嘴糊弄人呗 那咱就走着瞧啊 瞧什么瞧啊 我先瞧着 她把工作找着了再说 借您的吉言 今儿个呀 我就把臭子那工作呀 给落实了 这钱要做版呢 说我淘的 淘的 有点要不少啊 小爸 帮我找了个工作 别人报到 然后给我订了个复课金 祝贺你 除了祝贺没别的话呀 有啊 是啊 我想让你跟我去医院 做个亲子鉴定 什么 亲子鉴定 证明我的妞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我去的嘞 这伍岳搜主意了 怎么管谁的主意 咱们都客观一点 妞妞是我闺女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呀 不是怀疑 请相信科学根据 依什么据 证什么名 哥们儿那叫本事一枪命中 知道吗 妈 得给我放尊重点 你给我放尊重点 不住 放开 我告诉你啊 我工作好不容易落实了 这结构眼 别给我出什么岔所 让我背什么脏鸣进单位 到时候就把我给鬼了 知道吗 那我该怎么着呀 我就这么忍着吗 废话 都忍着呢 我告诉你啊 这事别跟我爸妈说 我爸该退休了 屈膝报 知道这事之后啊 就该犯病了 到时候给弄一半死 你好说啥吗你 臭子她真是臭不要脸哪 先让她蹦蹦几天 哪天把我惹急了 我先接了她的皮 晾晾那乌龟王八蛋的底 是不是 我还要在洛杉梵 她还不太敌 我怎么都 Zhang 好 我死了 你尽管我 都要他 所以我是不是 你这在家诺子 我老婆 要你去把这儿 你去哪 你就把她来 各样 我跟你说我琢磨着 妞妞不能跟他们家太近乎 将来分开 孩子难受啊 你呢 该出去找工作找工作 该玩玩 少在院里头晃悠啊 到时我跟他打起来 省得我拉下脸来 听见没有 您战斗了一辈子了 能不能考虑一点 和平的方式 这叫与人斗 其乐无穷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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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联系那学前班怎么样啊 快点 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了 到底现在什么情况啊 我想多找几件 多了解了解啊 多了解啊 不对 我瞅着呀 你小子有事瞒着我 我把那钱啊 我竟非成本了 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呀 做生意啊 道乐斯啊 道 什么道乐斯啊 我再打死几个 故生器的东西 你 你 你拿用的那个学配 你去做生意去 你 你给我扣出来 你给我扣出来 你个什么 你个狗歹的 你扣出来去 你带下来 你这老磕子老腿的 不是 您是说那个 学前班那外语班的那学费啊 我不是早得跟您说过吗 指着臭子 那不是纸屁吹灯吗 再着说了 你们大人也欠考虑啊 孩子扁单长 一个字还不会呢 学外语 这不是闹笑话吗 你个认字实数 那不是您说的吗 我说的是认中国字 这我成啊 大小多少东西南美东 三字经百家信 弟子归我到辈如流 咱们妞妞啊 不上那学前班了 也啊 不跟你去学那字 咱们孩子呢 该吃吃 该玩玩 那小小的年纪 咱们不受那羊醉了 没错 我跟你说 这孩子啊 你得自由点儿 你知道吗 自由什么呀 太自由了当心摔轴 我看这不错 您看 现在妞妞啊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咱们不忙教育呢 大错错错 实在变了 咱这脑筋呢 也得跟着变 这个教育 是必须要抓的 邓大人说了 教育必须得从娃娃抓起 喂 小马老师 你这扯远了 我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百年大计 教育第一 咱这脑子呢 得跟得上这个 时代的发展 未来 将是一个科技领先的时代 知道吗 儿子说得对 你说那孩子 要是一茬不如一茬 咱们大人那醉鬼 大了去喽 是啊 那我不管 我只知道啊 这弟子龟 那是正宗的封建余孽 打倒封建余孽 这你们呀 和赎典忘祖了 不知道吧 啊 就是说你们呀 忘本了 什么叫封建余孽啊 那是国学国罪 知道吗 行行 跟 跟你们说这个 你们也听不明白 没事别老上面猫着啊 回家看看报纸 看看猪人呢 大叔 听你我儿子说没有 这得学习 你知道吧 你是要退休了吗 嗯 快退休了 快退休也不能不学习啊 啊 马不吃草要变瘦 人不学习要落后 四人帮糟的那东西 您不能跟着一块糟的不是 啊 我说啊 你呀 少拿大话来压咱们 你不就想蹭这件事啊 霸占咱们妞妞嘛啊 我就这意思 我就怎么着 就怎么着 怎么着啊 我们家妞妞 要是到了这匈无点磨音婆子手里 我怕她毁了前程 没人跟上头那位那个啊 那奏性似的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你把你那奏性 这 转我干嘛 我没抽完呢 我 我 别坏了我还得休息 别拉我 别 别拉我 别拉我 我这还 我还没发力呢 我这儿 行了妈 您见好就收吧 我不下 我不下 跟我打 在那儿她不是找妈妈 咱妹 你不下 你该打我了 我不下 你不下 我跟您说啊 大碗门傻了 您可以让司徒随笑的 你干什么你 你把梯子给我撂着 我说 爸 妈 你怎么了呢 你妈帮我搬梯子 我就疯了啊 我真疯了我又 吃了吧您哪 这老公给我割房子了 吃了吧您哪 八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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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八杯 你放我下去吧 上面太凉了 八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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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下去吧 喂 刘小月吗 厂长 你的电话接通了 好 喂 老五妈 好 我马上给五月收拾说事 直奔新开户 一手挺快的 你给小曼老师学校再打个电话 爸 要不儿还要您打吧 我怕全爺K我 陈大 陈大 你看 五月给你哥来电话了 说她跟她爸直接回兴海湖了 说要大干一场 就差虾兵蟹将了 她不是去南方的吗 直接从南方疗养院 回兴海湖了 她爱去哪儿去哪儿 跟我没关系 妈 妈 以后这个人 你别再跟我提起来了 牛河 还挑脸了 人家不是跟你来张图了吗 有什么用啊 前些年她没有音讯 那是因为她被限制了人生自由 可是她现在自由了 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这就说明她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了 你说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 妈给你逗个底吧 五月上南方 是我跟她打商量 您说什么 这是你们预谋好的 什么叫预谋啊 叫商量 您想想她要回来 为妞妞的事 不得跟臭子打个尼死我回 那这俩院的人还活得了吗 活不了吧 对我来父 生活 爱情 事业 都在心肯 诚事不说 随事不解 既往不咎 好 那我就放心地走了 别见 你还有任务呢 后院的事你得给我办了 你放心吧 我回去的东岩大姑 带着她的红门连都搬过来 牛牛上学的事我会尽快地联系 我一定把你的后方安排得平平稳稳 这还差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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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老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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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上性凯儿湖 我跟你说 你跟您性武都在一块 你们俩没好果子去 我 我就不跟你们离 我才不向雷锋学习呢 我耗死你们 耗死你们 耗你们家都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万亩没开口 广闭 这个 上个月啊 就划给了咱们农场十万亩 看看 看看啊 十万亩啊 趁我还在位啊 你有没有勇气 把这十万亩地一篮子承包下来 一篮子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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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叔 您可是吓着我了 那就是说我们还得招募一个加强连的人马 还得要一整套的机械设备 没有这些 你拿嘴来承包啊 真是你 厂长 你说的这些 那都需要资金 资金从哪儿来啊 注册公司啊 注册了公司就可以向银行贷款 向银行贷款 我可告诉你们啊 这十万亩地可有人早就打他主意了 我不愿意给 因为他们没资格 什么资格 那就是 把这十万亩荒地变成高产天 一亩地要打出两亩地的粮食来 我理清楚了 这个我在万言书里提到过 先回答我 你 敢不敢接 敢 来 醒住 您先等会儿 这十万亩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六百六十六公顷 六十六点六平方公里 这孩子不傻呀 这要是一块方地从这头走那头 要一个半钟头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可是你想想看 到时候 咱们把它种满了北斗星号 你别说走一个半钟头 就是走一天我也不累 这孩子是真疯了 但是我喜欢 干了 我现在一秀这地气 不就踏实 越大越好 地主心理 而且是大地主 回头我册封你为地主婆 咱家妞妞就是千金 然后再把柳琴四精灵他们全招来 一人弄个市长旅长什么的干着 行 那我是不是得赶紧拟定一个招人计划的 对啊 明年开动 这里正式举行盛大的播种仪式 到那个时候把我妈你爸 咱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叫到这儿来 那是必须的呀 播种北斗星号的同时 咱们还得举行空前绝后的盛大结婚典礼呢 你不是说让我穿上白色的婚纱呢 对啊 我还得摆上一百米长的餐桌呢 再把我嫂子的献剧团请来 让她唱上三天三夜的大戏 好 我再雇十几个人 扎十几个帐篷 扎帐篷干什么 这来宾都喝多了 躺下来你得把人搬进去睡觉啊 不过我还是先要把离婚协议办了 我怕臭子过来闹事儿 没错 先办离婚手续 然后拿下土地的承包协议 那个小吴勤这封信呢 就俩意思 一是他跟伍玥俩人准备承包一个 十十万亩的荒地 二他打算尽快跟这臭子 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离婚这事儿 难办 难办咱也得办呀 实在不能我 我跟丑子说起 他一大男人 老干着娘们儿事儿是不是 他不能是鬼刀肉啊 狗改不了吃屎 臭子是什么呀 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做事没溜 做人更没溜 所以说了 这事儿啊 咱俩得一块儿去 咱们给他来个正式谈判 也只能这么办了 这么着 你先跟那二老通通气 好 我上那院看看 妞娟去 好 我 对对对 妞娟啊 咱们晚饭吃什么 我最爱吃肉了 侯尚肉 肉包子肉丸子我都爱吃 你说这孩子真敢开呀 中午刚吃完猪肉焖扁豆 挑得连肉汁都为生 好啊 好啊 中午吃姥姥家 晚上吃爷爷家 这不顿顿豆有肉吗 姥姥你看这样行吗 你要不批准我就回家 跟娘吃大白菜去 这孩子说得我心都疼 那什么 想回来就回来吧 就是给爷爷添麻烦 我是求之不得啊 妞妞在我吃饭都香 那个老哥 妞妞下午下学 您接一下 我那院里跟那家有点事 好好好 反正我休息 听话啊 跟您这儿写作业 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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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见 来 来 今天啊 这个爸 把这个两家人招呼得一块 行 行 行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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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干嘛呀我 上课给寻人讲课不是不结合吗 听话的 拿着这个 就跟上课一样 拿着 说 今天呢咱们就说说马晓芹的事 马晓芹从新凯湖给我来信了 委托我跟臭子商议签署离婚协议的事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 我想大家心里都比较清楚 有点儿不惊不准不准吧 我个人认为好合好散 不失为一个明智之觉 你们说是吧 我不理啊 马晓芹在外边啊 这勾的那个不三不四的野男人 想让我在这儿乘起来 雷夕 你打粪坑里冒出来的 你什么不三不四的野男人呢 我还跟这儿坐着呢 轮得着你满嘴喷粪吧你 你说谁从粪坑里冒出来的 那臭子是我身的 你何的骂我呢 子不教母之过 你呀非问自个儿身上懒 我就骂你 咱们有理说理 小晴是有丈夫的女人 在外面偷偷摸摸地 跟别人好上了 这不是勾三大四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不正经的货 妈 您别说那么难听 您这说是水性杨花啊 都给我闭嘴 保持会场安静 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谁要对秦的恶语相向 别怪我赫尔那条老命 跟他拼个清白 小晴这丈夫是怎么来的 这是某些人 他装疯卖傻骗来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婚姻诈骗犯罪 如果我们家 把这事捅出去的话 你们想想后果会是什么 你龚玉明还能跟我这儿 人五人六地犯魂 满嘴喷粪人模狗样 名词了吧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吧 这正题从一开始 我就已经说了 好 我现在呢 是想听听你 那看看 我不理啊 我说啊 这臭子上口不容易 这一把年纪了来闹离婚 那单位要是知道了 那 那影响多不好啊 那 那改名要是提个职了 涨了工资了 那影响得多大呀 那 当年臭子装疯卖傻 拿我闺女当店备的 现在升不了职 涨不了工资 还拿我闺女当店备的 合着我闺女这辈子 就要栽在你们手里了啊 可当年也是 这少钱愿意的吧 愿意个屁 你现在上街上里 找愿意照顾你的人 我瞅瞅 否则呀 少跟我这儿放屁 这个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您这话说的可不在理啊 怎么不在理啊 我纳姑这辈做人做事 上对得起天地父母 下对得起良心 我没亏过心 我这辈子就活俩字 大气 大气 直不过线 平不过水 我妈敢拍着胸脯说话 你们敢吗 哪啊 不理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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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理就不理啊 你 你算个 算个什么玩意儿啊你 大师大 大师大 大师你 松手 你说不理就不理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现在小秦已经委托我 向法院起诉 这个事应该由法院来裁决 一个女人是否应该 任劳任怨 被人算计一辈子 我上法院也行了 上你们单位 对 你们单位有领导吧 有工会吧 你就你这为官吏走 这样想吃我归你一辈子 老喽 离婚可以 但妞妞必须归我们公家 放屁 妞妞是勤的 十月怀胎生的 你打磨叽呢 说拿走就拿走 对不对 对 那孩子随爸 妞妞是姓公姓 她可以姓娜也可以姓马 哪条法律规定 生孩子必须姓男娘的姓 姓男娘这孩子 就得跟着男娘过 没错 而且按照常理来说啊 这个妞妞比较适合跟我们家过 因为妞妞毕竟是个女孩 而且呢 我妈身体比较健康 洗洗涮涮的 做做饭什么的 都比较方便 她主要是腿脚利落 不行 妞妞必须归我们公家 非逼我说实话是不是 上医院做亲子鉴定 焦头烂额 完全不得要领 办公司容易啊 不容易 咱们都得学 对吗 赶紧办 还得贷一大笔款 是 贷款我知道 得贷多少钱呢 按照一亩的一百块钱 启动费来算的话 得一千万的注册资金 多少 一千万 一千万 对 我还吃 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 所以没敢跟你们说 你说这孩子都九岁了 突然说 那可能不是亲生的 还得鉴定吗 甭怕 我觉得啊 这孩子 应该是我呀 我看你小子底气不足啊 那 那是不是什么 就得做那个叫低血认清啊 不是 那叫血缘鉴定 那要鉴定不准呢 没有万一啊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那离婚后 这孩子必须归咱们宫下 如果是你五月的 趁早端来念想啊 你以后啊 还能再娶 我不娶 我叫妈小琴 还有就是我的 小琴在那边啊 肯定没少说这臭子气 他就是报喜不报忧了 你没瞧公老怪那臭德行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要了也行 孩子得归母啊 是是 你说 撒头尿罩的他那德行 咱妞妞哪点像他们家的伦 谁说不是呢 还有臭他妈啊 就臭子 就那水瓶还升值 老喽 对 他没文化 我告诉你 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咱是皇家血统啊 是不是 咱就全当他们一家子 内分泌食疗 高 实在是高 儿子 就这么定 给他们俩写信 让他俩回来 咱们做亲子鉴定 伍玥 妈 我哥来信说 臭子他爸现在也开始不讲理了 这结果我早想到了 咱们现在 最简单干净的办法 做亲子鉴定 直接断了他们家那念头 我哥来信就是这意思 他就让咱们两个赶快回去做个鉴定 他还犹豫什么呀 回去呗 正好是贷款这事也搁这儿了 咱回北京找找朋友想想办法 没准还有生路 我是怕 你是不是担心臭子 胸前那个台积 放心吧 他那位置不正 你说什么了你 这世上有一种东西 叫假货 他呢具备假货的所有条件 回北京吧 正好我也想你我就好 好 嗯 那咱现在回家吧 走 回去 好 五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啊 你怎么在这儿来了 我做亲子监定啊 我介绍一下啊 小金 来 在苏联留学时候效应 莫斯科一大的老K 这个 马晓芹 我未来的老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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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人家做这个项目 可都是悄悄地来 你怎么还新的动作啊 都谁做人家 我提醒来安排一下 我看有龚玉明种植 你好 妞妞 妞妞 我是她爸爸 还有我 这样 先抽血 下个星期来这儿看结果 好 好好好 你忙你的 好好好 再见啊 我妞一会儿抽血了啊 没事儿一会儿爸爸在呢啊 这才有点家的气氛哪 好 有没忙 没忙 吴远 趁你走之前 把咱们都搬过来住 这也是让你安心 好 什么时候出警啊 还得等一个星期吧 这不是熬人吗 都说人整人 这科学也整人嘛 您就不能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 让他们快着点 在孩子的问题上 我可以上刀山下暴汗 在科学这件事上 我也没准 我也 那我更没得 对 我说臭子 你怎么连自己的总 都不敢肯定呢你 就那么一次 谁能知道是我的 我瞧你这点出息吧 结婚这么多年了 就一次 我说你都干吗去了 就算是他不愿意 你就不会强来吗 算了吧 我瞧着你都烦 你甭说别人了 我说他爸 这孩子心里难受的呢 你就不能好好说呀 我说儿子 你呀就没有这女人缘了 你说 你当初跟那精豆鬼混 伤了马晓芹的心不说 钱也让人骗光了吧 到头来你是竹篮的打水一场空 人家精豆最起码把我这一年多工资 还给我了 这要是咱们自己的 咱还有资格去跟人争一争 你说又不是你自己的 你 你凭什么跟人去争啊 谁能知道那么巧 那大夫就能跟那姓武的 是同学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玩音的 弄出一个假鉴定结果出来 臭子 如果那结果对咱们不利啊 咱们就说他是造假的 坚决不跟他离 就是不跟他离 我看他怎么办 反正啊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大不了我吐死他 走 慢点啊 慢点啊 行 爸爸慢点啊 慢点啊 好 快去快去 看 走吧 我 我 我怎么跟做那老虎蹬似 我这心里头我可吃秃秃呢 没事 没事 武子 武子 来 武子 坐点 出这结果 不能早点让咱知道 人家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再说了 您这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你呢 这事儿紧张什么的 不是 其实没事 不是都让 对面 都比较大活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有点水啊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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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呼吸 深呼吸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放松 放松 人太多 我来 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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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别着急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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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让你见笑了 我这当了一辈子公安 以前去刑场执勤哪 就跟你去财势场儿了 今儿可这不是怎么了 我琢磨着 我这血压肯定是上来了 我这来不还好饿啊 好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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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什么结果 昨天来看嘛 你呀 在苏联的时候 你就不是个上游人 先说结果 你猜猜 几点了 没代表 有酒 你看 倒点了 倒点了 快 倒点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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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对皮啊 那就是 来来来来 机器突然发生故障了 还得再等这日子呢 不是 怎么错呢 这 所以你们先回吧 好吧 再等等 好啊 不是 这怎么话说的 还等这日子呢 好吧 再等等啊 咱们先进去 五月呢 五月 五月呢 五月 五月 快点快点 上厕所去了 说机器坏了 去的嘞 白到我工作是不是 机器坏了 走 走 怎么能吗 走哪儿呢 再等一点日子啊 来 我跟你说两句话 我得告诉你啊 鉴定结果出来了 人家大夫说是机器坏了 他还出来了 我不信大夫信你谁 一事四份 有一份 医院要留底 剩下的 当事人一人一份 看见了 妞妞是我女儿 骗谁呢 都听着呢 大夫说机器坏了 我让大夫那么说的 你可以去医院查存档去 那你凭什么呀 你爸你妈当时的身体状况 你觉得她们能接受得了 这个结果吗 所以我让我的同学 撒了个谎 我跟你说姓吴的 打我一见着你开手 我就倒霉 其实还冒充好人 还跟我这说 我能信吗 去的嘞 你就是给我打死了 我也不信 这样 你这个秘密我可以停手 你这还真不用 你跟你这个同学合伙 我弄一个假鉴定给我 你说我能信吗 我告诉你啊 妞妞是我的女 我就是妞妞的爸爸 我让妞妞天天的呀 当着小子去跟她妈的面 就喊我爸爸 那这这 靠这个让我离婚 没门我呀托死你们 我知道了 老天肯定是让冬天和夏天 同个房才胜出你这么多 你要不信可以撕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反正 鉴于公叔公婶这个身体 这事先这么着吧 这我也同意 最好这事啊先别跟我妈说 她那脾气 没准哪天跟臭子妈吵架 准得说出去 就这么定了 小秦啊 为了避免和偏样发生冲突 你叫你妈和你哥搬过来住 这 会不会太麻烦了 就这么定了 我再一会玩去 妞妞 走 走 给爷爷留玩去 爷爷 今儿去北海 姥姥说你有一票 这可机灵鬼啊 走 北海 小心点啊 妈妈再见 再见 这一会儿啊 哎呀 哎呀 怎么是呀 好想啊 好啊 幸运的这会儿大事吧 这算是老年了 来 嗯 以后就算没什么名分 我就这么跟别人通通就来走 嗯 你知道什么叫好事成功吗 嗯 这个陆路通啊 在科技基金会这儿 把我干竅写的报告和两女男女 初步的评审报告出来 这我没兴趣啊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钱啊 你说你这个脑子呀 基金会是干什么呀 管钱的 他能给咱钱啊 三百万 算是大面积推广两种的科研资金 据说时纳纠纹 回报是 十年之内收获的两种不准擅自买卖 全部由国家的推广站收购 那这样咱不就有了第一笔资金了吗 项目可以许多吗 我可以照顾买吧 更合适啊 北斗星回来啦 老头子 我怎么听喊北斗星回来呢 什么事啊 人子 看 啥 快 到他了 要辱了 快要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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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你说我是做梦啊 没想到那仙女们都回这七个月来了 我跟你说啊 爱心思啦 你们这一猛的扎到北京啊 就不会回来了 他都没盼力了 怎么能呢 干嘛 这是给您买的 到乡村的精八价 您尝尝 好好好 老头子 咱也尝尝 当那皇上吃得好娇娇 豆婶 看这是什么 有这么大个我干嘛呀 这比老习家的还大呢 这个头 好 豆婶这辈子活得直了 可那星海活 咱俩是头一份 拿着 来 来 秦子 我问你 回北京拿地的事 谈得咋样了 谈得挺好的 就是钱还差几百万 所以我们这次回来 不能闲着 明天就进湖打鱼去 那得打多少鱼啊 几百万 那捆成锣 那就得挤船装啊 妞妞干嘛呢 我是大耳朵小兔兔 你是爸爸的乖女儿 娃娃说我的耳朵 不许别人乱碰 儿子 你说臭的这王八蛋 他哪有点当爹的样子 你说 秦子说找钱 也不是找什么呀 妈 妈 妈 你说 别 别拦着我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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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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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怎么了 怎么了 孩子 妈妈 妈妈听我的耳朵 你听我的耳朵 你听我的耳朵干嘛呀 耳朵不是纸糊子 摸摸不清啊 你这 你还能糊了这道舅子 不然打了给吹吹啊 好孩子 吹吹就不行 这当爸的 怎么就不能逗着闺女玩玩呢 舅玩的还叫玩啊 妞妞啊 是她的亲闺女 怎么着 她爸就不能碰她了 亲不亲得单说 马舅里出不了龙肿 干什么这是 走走走 乖乖乖乖乖 走啊 不哭了啊 不哭了 走走走 你们干嘛呢 赶紧起来 晚上还要出野船呢 赶紧起来 小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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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忙着呢 过来过来 你们先休息会儿 快起来 累死了 我忙着呢 什么事啊 咱能不能不打这个提老转 看着你这么累我这心疼啊我 我不累 这不是十年级任务级吗 我还想当地主佛呢 我就怕还没当上地主佛 狂了 你不会是想靠打鱼 凑够这七百多万吧 现在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吗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看就是咱们这些人 你就是往死里打这个鱼 一年最多的盈利七十多万 你想凑够那七百多万 十年 可人家呢 给咱筹钱的期限不到一年 所以说呀 你这叫鱼工宜善 用原始生产的攒钱方式 离咱们的目标太遥远了 那你有好办法吗 融资 融资是资本经营的第一个 咱现在就得 赶紧找合作方融资 最好的办法是 进行技术借贷 说完了 我一句也听得 我一猜你就听不懂 所以说 你现在的任务不是打鱼 是学习 公司啊 靠的是智力不智力 给 地步活 学习 我说兄弟啊 别再生们气了啊 你们院啊 那就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犯不着跟那老太太之气 你呀 还是关心关心 哥哥这个刀老师吧 别扯这犊子了哥哥 还以为自己捡了一个金嘎的呢 这一张破纸能给养老家 我都让人看了 绝对是真的 我现在差的就是一个戳子 嗯 什么戳子 就是梅燕秋脖子上戴的那个像 是 哥哥跟我这儿说书呢 您天桥学的吗您 我呀 撞的是灰头土脸 现在才整到正根 我到了 我跟你说这儿也没用 今天哥哥跟你商量 嗯 给我对付个路费 我去趟兴凯湖 到时候咱刀老师了 甭 甭刀老师了 我看你是真疯 我清醒得很 你以为我去兴凯湖 只为这刀老师吗 我也是顺便替你打探一下虚实 哥哥 我的事您甭操心 这车费 这车费 弟弟我一分不借 看来你是真不想发财呀 我可是听说 星凯湖那边 要承包十万亩地 十万亩啊 十万亩 那可都是银子 你以为那三儿小秦 跑到那边去种地呀 人家那可都是有股份的 真是 不是股份 这股份是个什么呀 能顶钱用 你可真是个白痴 到时候你分钱都分不过来 你要想掺和进去 你就得先打探他们的内情 了解他们的心 山 山 山 就是顶过大天 你说再大 我也不信 这钱呀 你真的一分钱挣不出去 你可以跟我过不去 别跟钱过不去呀 哥哥我如果不帮你 发了这笔横彩 我真是有愧 有愧啊 不是 还横彩 什么横彩 你不是 小秦不是想跟你离婚吗 他做春秋大梦去嘛 离婚 离个姥姥 我耗死他们 傻子 还说我疯了 你现在就是傻子 爱离不离 离不离 人家俩人现在一贯呢 我瞪眼都能琢磨出来 现在人俩好得一塌糊涂啊 亮一边的谁呀 你 你还扛个什么气啊 你傻不傻呀 你二啊你 那不行 我图了就是这口气 兄弟 你那口气 其实就是一个屁 放与不放都是废弃 你要是听我的 趁这机会跟他离 这就是一条件 你能唠叨实惠 离可以呀 他肯定在非你股份哪 到时候你要有了钱 还怕找不着像小秦这样 甚至比他年轻漂亮的姑娘吗 上 哥哥 哥哥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这么多年就跟他们这么耗着 我现在就剩这 也就这么多点气吧 最怕再这么耗下去 我连这点气我都没了 就像你说的跟个屁似的 说没就没呀 我现在特别害怕 我现在怕呀 就跟他们就这么扛着 到最后吃亏的是我 你早就吃亏了 你那口气早就没了 所以听哥哥的 跟他离 捞他一把石灰得了 那我就先把这石灰我先得着 完了我 我该怎么着怎么着 你不玩啊你 你失色 聪明聪明 对 先得石灰 然后接着后 接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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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明儿个哥哥陪你到新海湖 做你的坚强后盾 你吃肉 我喝他 完事之后 给哥哥提两成 你吃 成交 就这么定了 车费你出啊 行 掌柜的酒钱他算